Lun Sang 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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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講了從 XR 開始 到 CTE 電腦斷能掃描 到後來的核子遺選影像 包含像 Scratch 或者是 PAD這兩種不一樣的 核子遺選影像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有講到的一些 遺選影像的機制 Modality 其實都是具有放射性的 它都是具有輻射性的 它使用的都是 像 X-ray 或者 Gamma-ray 這種高能的電磁波 所以它對我們的身體 都會造成一些副作用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技樣其實是需要非常注意 小心去做一個限制 就是這樣子的 也是因為這些早期所發展出來的 這些醫學影像 都是具有放射性的 所以醫學影像 這一個單位在醫院裡面 通常我們都是以 Radiology 這個名字來去稱呼它 中文通常都翻譯成放射性 或是放射度 類似像這樣子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可是事實上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 醫學影像都是具有放射性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講的 這幾個醫學影像的模式 其實它就是不需要 它都是不具有輻射性 這樣子的一個特質的 首先我們先要來講的是 Athasan 超音波 OK 我想Athasan 之前我們好像有稍微 詢問一下各位 其實蠻多同學 應該都聽過Athasan 甚至有小部分同學 其實自己本身做過 那我也跟各位講說 其實在未來的幾年 各位畢業之後 外來的幾年 在人生裡面 正常人應該是 幾乎都會有機會做到Athasan 因為它已經算是 普及率算是已經蠻高 不一定要到大一月才能做 然後它算是 胸腹部的檢查裡面的 算是一線的這樣子的 那個醫學影像設備 所以未來 大家應該都 接觸的機會應該都有了 所以我們先來 稍微看一下 那個我們超音波的系統 它的影像長得 是什麼樣子 一般來講 照超音波的時候 現在的這個 超音波的設備 它會整個做成一台 有點像是個人型主機這樣子的 因為馬上會搭配一個螢幕 可以讓你去看到 那個照出來的影像 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例外 會擦 這個操作介面上面 當然會有一些按鈕 還有一些 穿過的探頭 這些東西可以用來做選擇 來觀察你身體的這個 內部的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這台機器 其實它的大小 大概就是跟你的桌上型的 電腦不會差太多 稍微大一點點這樣子而已 所以相較於之前 我們在提的這些設備來說 超音波其實算是比較小型一點的 那這個小型其實是有好處的 就是 當然你小的話 代表就是說 你可以開始去遷就病人 而不是病人來遷就你 也就是說 在絕大部分的狀況之下 超音波是放在超音波檢查室裡面 然後請病人過來做的 但是在非常必要的狀況之下 比如說現在病人行動非常不便 或是它有一些沒有辦法 無意識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還是要做檢查的話 這台機器是可以推到病房裡面去的 所以它的Mobility 其實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檢查的時候當然就是會有放射師 直接在旁邊做操作 那因為它不具有放射 所以自然在放射師在檢查的時候 也不需要迴避 以往的這些X-ray或者是CD來講的話 操作室跟檢查室其實是都要做放射 隔離的 不然的話 這些放射師所累積的盡量 一年下來是非常驚人的 但是在超音波這個部分的話就不用 那中間的部分這個地方 是我們看到的這些超音波的影像 最上面這一張的話 其實看得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baby的影像 就是胎兒的影像 那以現在台灣地區的產檢來講的話 幾乎都會配備有超音波 大概一個產生來講 大概會做五到十次不等的超音波分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台灣這個部分做的還蠻不錯的 像美國大家都學會比較進步 但是美國健保幾部的超音波的次數 其實是很有限的 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只有兩三次之類的而已 整個產生 所以在台灣這個部分 其實超音波的使用率是蠻高的 那此外超音波也可以用來看 觀察那個血流的一些速度 OK 或者是一些反正液體流動的速度 其實它都可以檢查 這一點我們之前在講到 循環系統的特性的時候 有稍微提到一點點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再多一點的說明這樣子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它叫超音波 Ultra Sound這個字 其實它可以把它拆解成兩個部分 Ultra跟Sound 這樣的部分 Sound其實就是聲音的意思 音波的意思 那我們都知道一般的聲音來說的話 就是各位耳朵能夠聽到的聲音 大概是十個Hz 或是十幾個Hz 到幾十kHz左右 那這個只是一個非常 roughly的 range 因為每一個人 能夠聽到的音頻 其實是有一點點差異的 尤其它會隨著聯繫 而有所變化這樣子 OK 那 既然一般你聽得到的聲音 也就是說你的耳朵裡邊的這些 聽覺細胞 它可以接收到這個頻率是有一定的範圍 那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產生了一個音波 但是它的頻率 在這一個範圍之外的話 譬如說它的頻率 比20kHz還要再更高的話呢 你可能就聽不到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超音波 所以超音波的意思就是 它的聲音的這個共生頻率 已經超出了你的耳朵能夠接收的範圍 我們都可以把它叫做超音波 那其實在生物界裡面 有很多生物 它其實本身就會產生超音波 用來做一些它求生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鎮鼠食物等等 最著名的代表的東西就是 代表的生物就是蝙蝠 蝙蝠其實在黑暗裡面 其實它是看不太到的 但是它是利用超音波來做定位的 OK 那它在發出超音波聲音的時候 都已經是聽不到了 OK 因為那個已經超出了 你的耳朵可以工作的範圍 好 那 所以超音波的廣泛定義來講的話 只要超出了這個範圍 我們都可以叫做超音波 但是呢 在醫學上使用的超音波 其實是有一個範圍的 它會比20kHz還要再大一點點 它大概做落在幾個MHz 到10個MHz這個range OK 所以它的頻率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是用MHz來做計算的這樣子 好 好 那超音波的話呢 它其實這個音波它跟 我們前面講了很多電磁波 但是它跟電磁波 都是波動 但是有一個特性上的很大的差異就是 超音波的傳遞它需要藉由這個界值的震動 才能夠完成這個波動的一個傳遞 電磁波不需要 它在真空裡面也可以走 所以太陽大出的光可以穿過這個宇宙 然後來到地球 這個中間沒有界值無所謂 有真空也無所謂 可是超音波不行 音波也不行 它必須要靠著這些界值的一個震動 才能夠傳遞 不管你的界值是空氣的分子 或者是水的分子 或者是固體的分子都好 它需要有東西的震動它才能夠傳遞 那這一種的波我們就把它叫做 也把它叫做mechanic graph 那個機械波 又稱為界值波 因為它需要界值才能夠去傳遞 那這種機械波或界值波的話 我們根據那個界值震動的方向 以及波動傳遞的方向的關係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兩種 就是縱波跟橫波 我想各位應該都聽過才對 以縱波來講的話 它分子的震動方向 跟你波動的傳遞方向是平行的 它們都是同一個方向 所以這個就是縱波 那如果說呢 它的震動方向 跟傳遞方向是垂直的呢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橫波 比如說你拿一條繩子 像是手 會有一個波動傳出去嘛 對不對 繩子每一個片段的繩子 它的位移的話 是上下的方向 或是波的傳遞方向是前進 像這樣子垂直的方向的話 我們就把它稱齊為橫波 那聲音在戒指裡面 聲波在戒指裡面傳遞 這裡我講的包含是 人類可以聽得到的聲波 以及聽不到的超音波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 找找這個訊號來源 所有這些聲波在戒指裡面 前進的時候呢 它到底是屬於 我們的縱波還是橫波呢 其實當然是都有 這邊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它傳遞的介質是氣體 或者是流動性比較高的液體的時候 像水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它的波動其實 特徵比較類似像縱波 也就是震動的方向 跟傳遞的方向是同方向 比如說我現在講話 各位可以聽得到 聲音是在空氣之間傳遞的 這個波動現象就是縱波 那如果說它今天是藉由一個固體 或是黏制性很高的這種液體 像柏油 這樣子黏制性很高的液體 像麥芽糖 像這種東西呢 在這裡面傳遞的話呢 它的波動的特性其實會改變 會變成是很多 OK 講到這裡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覺得超音波在人體裡面傳遞 是屬於縱波還是很多 為什麼要先問這個 因為這個會跟你今天所使用的波動方程式 會有一點點關係 OK 那你覺得應該是縱波還是橫波 兩個答案有沒有 我們 那個 看一下大家的選擇是什麼好不好 你覺得是縱波請舉手一下 OK 你覺得是橫波請舉手一下 答案其實是縱波居多 在骨頭的地方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以絕大部分的模擬 我們都是以縱波為主 OK 因為用超音波看人體以上的話 我們主要也都是看這些軟組織 而不是骨頭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為什麼 我們很想去看骨頭 好 Anyway 所以絕大部分的 醫用超音波在人體裡面前進的時候 其實是縱波的 所以講到縱波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雖然我們看不出那個沒有那個 適當的這個空氣分子 或者是水分子的振動圖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彈簧 來這個表示一下 縱波的前進模式怎麼樣 想像一下喔 這邊有一條拉子的彈簧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輪軸 連動的機制 帶動這個連動軸 往前往後 往前往後這樣子拉動 所以這個擋板的部分呢 會前後前後前後 前後周期性的擺動 OK 當它產生周期性的擺動的時候呢 這一整串的彈簧上面 就會產生一些 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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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一個不同的振動現象 比較密疏的地方呢 就是彈簧往那個位置下去振動 比較疏的地方呢 就是彈簧的這些分子的移動方向 剛好是遠離這個疏部的中心的 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你就雖然說 你今天的這些所有的彈簧 都只是在它的原本所在的附近 做震動的一個現象而已 但是它可以依照這個 疏密疏密這樣子的壓力改變 把這個波動的現象傳遞出去 OK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縱波 OK 你的震動方向跟 傳遞方向是平行的 OK 那在描述這個縱波的一個特徵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使用壓力來幫助我們 來描述這個現象 因為當你的物質的疏密 密度程度不一樣的時候 它所反映出來的壓力程度 也會有點不一樣 比如說 比較密集的地方壓力就比較大 比較疏的地方壓力就比較小 有點類似像這樣子的感覺 OK 所以如果你把每一個地方的壓力呢 化成位置或是時間的關係式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個正前波的波形 所以所有的波動其實都可以用 類似像這樣子的壓力波的形式來去描述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TraderWrite OK 壓力波 它就可以用來描述這個波動在 屆時裡面傳遞的一個情形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會稍微簡單的講一下波動在 這個超音波呢 它在人體裡面的一些特質 然後接下來我們才會來講一下成像的原理 那所以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波動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波速 我們剛剛說這個介石的震 它這個波動的傳遞其實是要靠EI這個介石的震動 對不對 但是介石的震動的速度 它的位移的速度並不等於波動的前進速度 OK 這兩個是分開的 其中波速是有什麼東西來定義的呢 它等於波長成像它的頻率 那它等於波長成像它的頻率 那這個公式大家應該也不陌生才對 OK 所以呢 C代表的就是升波的速度 請注意我們現在在講的是升波的一個原理 所以所有的這個波動都講的都是升波 即便這個公式其實是可以推廣到別的那個波動的 所以C代表的是波動的一個速度 爛到就代表這個升波的一個波長是多少 F呢就是代表它的頻率 那我先問一下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波動在不同介石裡面前進的時候 請問一下在這個關係室裡面三個不同的電量哪些電量會改變 比如說我現在一樣是講話對不對 我的說話在空氣裡面前進或者在水裡面前進 比如說游泳的時候 躲到那個游泳池裡面講話之類的 或者是呢在部體裡面前進 OK 在不同的介石裡面 一樣的波動前進的時候呢 是它的速度會改變 還是它的波長會改變 還是它的頻率會改變 我不知道各位在游泳的時候有沒有聽過聲音 有沒有注意過其實你在水裡面是可以聽到聲音的 只要那個噪音 背景的噪音沒有很大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聽到游泳的外面的人在講話的聲音 那如果你再注意一點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分辨出那個聲音是誰講的 或者它講的是什麼東西 也就是說它聽起來的樣子 跟你在空氣裡面的時候 浮出水裡面的時候聽起來的樣子其實不會差太多 為什麼沒有差太多呢 因為頻率是不會改變的 然後人的耳朵在辨別不同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看它頻率的差異 高頻低頻的不同 Doremi 巴斯多拉西多 這每一個音的頻率都不一樣 OK 所以你聽我的聲音其實主要是辨別它的一個頻率的差異 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在不同介石裡面呢 頻率其實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是什麼 不一樣的是波速 OK 那這個東西呢 也會帶來波長的改變 波長和波速其實會不一樣 來 舉個簡單的問題好了 請問一下 各位知道聲音在空氣裡面傳播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嗎 也就是說我現在發出聲音的話 它是以怎樣的速度進到你的耳朵 你知道嗎 有沒有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應該不會太難了吧 大家都很客氣 來 各位同學你知道嗎 這樣 沒有錯 大概是300多左右 這個數值會受到濕度還有緩度 海拔的高度的這樣子一個左右 會稍微有點變動 但是Rocky大概就是300速度 OK 那你是知道深波在水裡面的速度是多少 或者是在固體裡面的速度是多少 各位知道嗎 這下子應該比較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頭影片 這個是什麼呢 這一張表所顯示的是 就是深波在各種介石裡面的一個速度 還有這個各個介石的一個密度是多少 所以第一個 column的是顯示的是density 就是它的密度 再來的話呢 C代表是它的深波的速度 那這個也是深波的速度 只是跟不一樣的單位來表示的 我們比較習慣的單位應該是這個 這是SI unit OK 那它列了哪些東西呢 包含像 第一個空氣 我們剛剛的才講過而已 大概是300 豬頭左右 所以這個數值不會差太多 再來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soft tissue 也就是人體的軟水支付 我剛剛問的各位是水 水很近 就在上面而已 當你在純水裡面前進的時候呢 水的密度是 一公斤一粒一方公尺 對不對 一粒一方公尺的水有1000公斤 來它的速度是多少呢 約一約大概是在1500左右 1500公尺左右 這個速度比空氣還要快 OK 那soft tissue呢 因為我們說人體的軟水支裡面 大概水的含量其實蠻高的 接近70% 所以它的特性其實跟水不會差太多 大概約一約也是在1500左右 那甚至這些接近的組織 像這邊有腎臟 血液肝臟 肌肉 其實大概都是差不多 1400多到1500多 它的差異其實是蠻少的 齁 直到什麼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這一排 多數到什麼地方有明顯的差距 你現在一下子挑到4000或者是4080 這是什麼東西 scalbone 頭骨 頭骨的地方 代表的是它其實跟剛剛的那種高含水量的組織 其實已經開始有變化了 對不對 它其實是比較像固體這樣子的東西了 所以呢 它的波動傳遞的速度 會再明顯的上升一些 然後最後這個呢 PCT 我們現在很多同學還不知道PCT是什麼 等一下這個材料 我們會講出來 它其實是產生超多的一個材料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 這個材料本身的特性 它其實是金格狀的固底 所以它也是固體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速度 波動在裡面的速度 其實大概也是跟頭蓋骨裡面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說波動在不同屆時裡面 傳遞的速度 roughly大概是固體 大於液體 大於氣體 所以以前 好了 所謂的以前是我很小的時候 曾經在郭銘課本 就是什麼 倫理道德課本裡面 會有 會有這個 講查的內容 想說那個火車要判斷火車有沒有來 怎麼辦啊 是要用拼人啊 還是趴在鐵軌上面拼 之類的 那時候就會告訴你說 趴在鐵軌上面拼其實是比較快的 你會比較早知道 為什麼比較早知道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深波在鐵軌裡面的傳遞 是比較快的 所以比空氣來講的話 其實是十倍之多 十幾倍 可能是這樣子 當然我們現在都知道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太危險 千萬不要趴在鐵軌上面拼 火車有沒有來 那今天如果波動 在不同屆時之間 前進的時候 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在不同屆時之間 運動的時候 波動的時候 其實它的速度 和它的波長都會不一樣 但是如果說 它是在不同物質之間 穿透的時候 要進入不同物質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它其實跟其他的波一樣 它都會產生一些部分入射 部分反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用動畫來模擬兩個例子 它是模擬的是繩子的繩波 雖然不是重波 但是其實概念是非常類似的 你可以看到 它左邊這個例子裡面 它是有一個細繩的波動 傳遞到一個粗繩 所以它會產生部分的入射波形 但是同時之間 因為這兩條繩子之間的特性不一樣 所以它好像有點像撞到牆壁一樣 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它還會產生反射波 那左邊剛剛反過來 是我們的波動 從粗繩進入到細繩的位置 所以一樣的 會有一些 穿透入射波進去 但是同時之間 也有一些反射波回來 那從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我不知道 各位有沒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今天不管是細繩到粗繩 還是粗繩到細繩 入射波的波形 跟穿透波的波形 其實都是一樣的 以這邊為例子來講的話 它其實正幅都是往上的 對不對 可是呢 反射波的波形 可能會隨著介質的差異 而有所改變 左邊這個例子裡面 它產生的是反向的反射波 右邊這個例子裡面 產生的是正向的反射波 所以這個其實是會隨著這個介質 到底是從哪一個部分 傳到哪一個部分 而有所一些差異 那這個東西其實可以 都有波動的這個方程式 來去做一個比較好的解釋 不過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不把戰線拉那麼長 只是跟各位講 大致上有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那往往在物質的特性 差異的越多的時候 這個反射量是不是越大 OK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那如果說這兩個物質 特性非常的接近 那他就要說 他可能遇到的阻力是比較小 他比較多的部分會 藉由的入射穿透過去 比較少的部分會反射這樣子 會有這些不同的一個差別 好 以上大概就是 我們在超音波影像裡面 大概會用到的 這個波動的一個特性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好 有知道這些特性以後 那到底怎麼樣子 形成一個超音波的影像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必須要製造出超音波 因為人體本身沒有超音波啊 我們剛剛都說過 我們今天最高 只能夠聽到20K 那一般人你可能 發出來的聲音 大概也就只有幾K而已 好 除非你今天 那個是那個男高音 或女高音 你可能頻率可以 再高一點點之類的 但是不然的話 每一個人可以發生出來的 發射出來的音波的頻率 是有限嗎 絕對不可能落在超音波 這一個這個平台裡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使用超音波 來做身體成像的一個訊號來源的話 你必須要先產生它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超音波發射員 來講的事情 接下來如果今天真的 怎麼產生我們等一下再說了 我們先 roughly講一遍 今天如果真的產生以後呢 可以怎麼做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入我們的人體裡面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要利用的一個特性 就是剛剛最後講的那個特性 當波動進入不同的界質的時候 會產生反射波 所以如果我今天 如果能夠在體表產生一個超音波 打到我的身體裡面去 那這個波動在身體內部 繼續前進的時候 當它遇到不同的組織或不同的器官的時候 那個表面的界質 一定會讓它有一些波動的 不同的特性產生嘛 對不對 所以呢遇到這個邊界的地方 它一定會產生一個反射波 OK反射波呢 如果今天它是正向的反射的話呢 它就會回 就是運動的方向會反向 然後傳遞回到我們原本 那個送訊號進去的地方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只要在皮膚的表面 或是我今天要接收訊號的位置 能夠擺上一個超音波的接收器 OK 那根據我接收到的時間 我就知道這個訊號 是來自於羅生的身體內部 換句話說 我就可以去推出這個器官的邊緣 在什麼地方了 OK 所以一層一層穿透下去 一層一層反射出來 我就知道這個皮膚下面的器官 或是組織是什麼樣的排列 所以換句話說 我只要計算這一個傳遞的時間 所代表的 所對應的這個距離之後呢 我就知道 組織在體表底下是什麼排列 那我們只要綜合不同點的資訊 或是不同深度的資訊 我們就可以把它匯聚成一張影像 這就是我們的超音波影像 所以來看一下下面這一個方塊圖 這個pulsor的話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超音波的這個 發射的一個探頭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可以控制今天發出去的訊號 包含它的一個正幅 包含它的頻率 包含它的長度 我們可以控制 然後把它打到 藉由著這個transducer 就是超音波的這個產生的這個探頭 打到人體裡面去 右邊這個 我們就把它假設是一個人體裡面的結構 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一個組織 所以打進去之後呢 你看到不同的介面的時候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 皮下組織到我們肌肉層的地方呢 不一樣的東西 它就會開始產生反射 肌肉跟脂肪不一樣嘛 對不對 它就會產生一個反射波 這個反射波呢 就會被我們接收到 這個地方有些震動 代表就是我反射出來的一個波動 再來在穿透深一點點的地方呢 這個地方又遇到一個器官了 所以它又產生反射波 再深一點點在這邊呢 又產生一個反射波 繼續一路下去 它就會陸陸續續的收到不同位置深度 所回射的 所反射出來的這個波動 所反射出來的這個超音波 越深的界面 它所接收到的時間就會越久 因為它所需要花的時間是什麼 是從體表走到那個界面的位置 再走回來 走兩倍深度的這個時間呢 就是你接收到訊號的時間 所以根據這個簡單的數學運算 我們就可以知道 由時間 由訊號接收到的時間 知道這個物質界面的深度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剛剛說的是 我今天打一個波動下去 得到它一連串的反射波 我可以知道這一點以下的 這些器官分佈的一個形狀嘛 對不對 所以 再換另外一個位置 再重新打下去 再換另外一個位置 再重新打下去 繼續接收你的超音波 等到你收集夠多的這些訊號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連成一整個平面 那你就可以獲得超音波影響 OK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收到這些訊號呢 根據你的收集到的時間 以及位置呢 去做一個更進一步的處理 在最後就把它顯示出來 這就是我們一般超音波影響的一個流程 到這邊有問題 OK啦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慢慢看 到底要怎麼產生超音波 這很明顯很重要嘛 因為如果沒有超音波 後面都不用講了 所以超音波到底是怎麼樣 從這個地方產生打到人體裡面的 藉由這個transducer 超音波探頭 打到人體裡面的呢 我們剛剛說的 醫用的超音波所使用的頻段 大概是多少 2MHz到10MHz 其實要製造出一個音波 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你只要能夠製造相同頻率的震動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們喇叭就是這樣子啊 它其實只是麥克風就是把我的聲音copy進去 然後讓這個喇叭上面的這一個震動模 以相同的頻率震動 然後用比較大的功率放出來 所以各位可以聽到比較大的聲音 所以換句話說你今天要產生一個聲音 其實並不難 你只要產生同樣頻率的震動就好了 但是產生超音波的困難點在於它的頻率非常高 多高呢 幾個MHz這麼高 所以一般的機械結構很難去產生頻率如此高的一個震動 因此我們就想到了一個材料 有著類似的特性就是壓電材料 還記得嗎 我們在Sensor那個地方 我們講過這個Pizzoelectric的Effect Pizzoelectric Material 這個壓電材料有什麼樣子的特性呢 他說呢 今天如果你給它一個交流電的訊號的時候 它會在表面產生形變 也就是它會產生相同頻率的震動 你今天送60Hz進去 它的震動就是60Hz 因為它會根據施加在表面上的這個壓差 而去改變金格排列的形狀 造成形變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形變跟你的施加的電壓是成正比的 換句話說你今天給它的電壓的頻率是多少 它的形變的頻率就是多少 那不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嗎 產生相同頻率的震動嘛 對不對 所以一旦使用了這個壓電材料以後 接下來的就可以比較簡單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讓壓電材料產生幾MHz的震動 你所需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在壓電材料的兩端 施以相同頻率的交流電 OK 雖然還是沒有很簡單啦 不過已經簡單很多了 OK 所以它其實原理是 把原本的這個高頻的交流電壓 轉換成高頻的一個機械波 OK 那通常來講 我們在這個地方超音波裡面 所使用的這個壓電材料的名稱呢 就是這個 一樣很長 中文的話呢 通常叫做 高鈦酸鉗 有邊唸邊 高鈦酸鉗 它其實是高酸鉗和鈦酸鉗的一個混合 也就是說 這個中心的 金德中心的這個原子的部分 它可能是用高或者是用鈦來做取代 高和鈦都是第四族的一個金屬元素 OK 所以他們的特性會非常的類似 OK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簡稱是什麼呢 就是PZT P代表的就是那個鈦 OK Z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高 T的話呢 就是鈦 OK 也就是組成這一個壓電材料的三種重要元素 我們就把它叫PZT PZT我們剛剛看過 在哪邊看過 在波數的那個表裡面看過 所以各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把那個PZT材料的波數特別放上去 因為它就是我們用來產生超音波的材質 也就是說今天產生的超音波這個波動 在PZT材料裡面前進的時候它的速度大概是4000左右 4000公尺每秒左右 所以我們是給它幾MHz的那個電訊號之後呢 它就可以產生超音波 OK 同理 今天我們在接收訊號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壓電材料 所以這個不但幫我們解決了如何製造出超音波這個困難 還幫我們解決另外一個問題 你要怎麼接收超音波 很簡單 用同樣一個材料就可以了 既然它可以接收 既然它可以製造這個振動 它也會接收到外界的這個形電的改變 或是硬力的改變 而產生金格的一些特殊的排列 進而在壓電材料的兩端 形成電位差 OK 那它形成的電位差的這個頻率 剛好就會跟你振動的頻率是一樣的 OK 也就是說呢 今天超音波撞到了不同的介質 彈回來的時候呢 你的探頭就留在那個地方不要動 繼續接收就好了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把這個振動轉換成電訊號 因此超音波在做傳遞去接收的時候 其實只是壓電材料 然後在主動跟被動特性上的轉換而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上面這一頁的方塊圖裡面 有一個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的一個switch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去控制這個超音波探頭的壓電材料 到底如果我是外界師給它 給它給定一個固定頻率的電源的話呢 它就是屬於傳遞的模式 transmission mode OK 它要製造出超音波 反之呢 如果今天我是用被動的狀況 接收震動所造成的電位差的話呢 它就是處在reception mode OK 因為它會把它轉換成電位的訊號 那我們在只要接收進來之後 做適當的放大和濾波 我就可以還原這個原本 反射回來的超音波訊號了 OK 所以我們一口氣解決了第一個步驟和第四個步驟 很棒 太好了 這一個呢 是給各位回憶一下 我們當初在講述超音波材料的時候的一個示意圖 左邊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那個外界的形變會產生牙差 所以這個是接收訊號的部分 右邊這個地方呢 是今天施給它一個交流電的話呢 它會產生一個形變 製造出震動 所以這個右邊來講的話是製造超音波的過程 左邊是接收超音波的過程這樣子 OK 所以這一個壓電材料在超音波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元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超音波的探頭 儘管它的外型五花八能 它會根據今天它適用的器官 比如說要在胸腔啊 要在肚子啊 還是要在其他的位置啊 它會根據它所適用的器官 而去改變它的外觀的形狀 因為它要FIT那個照射的一個位置 但是呢 在它整個結構圖裡面呢 大概都是由這些成分所組成的 在這些成分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這一個由跟外界的這個Cable相連的 Pizzo Electric Element 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前面的這一塊 最擺的這一塊 不管在哪一個超音波探頭裡面 絕對都會有這一塊 因為我們就是利用這一塊來發射超音波 以及接受超音波的 其他還有一大堆東西 包含像Baking Block 或者是Acoustic Assolver 或者是Metal Shell 其他東西 這其實都是用來避免 額外的干擾的 OK 比如說你今天 產生超音波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整個材料都在震動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震動所造成的超音波波動 除了它會往前傳遞到我們人體裡面的話以外 它其實也會往回傳遞 因為震動其實是兩個方向都會傳遞出去嘛 對不對 但是很明顯只有傳遞到人體以內的這個超音波 對我們來講才有用 因為它才能夠反映出身體結構的資訊 反向的這個呢 基本上它只是傳到我自己超音波探頭裡面 就算你接受到它的話呢 你也只是反映了超音波的探頭的結構而已 我根本不需要這個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後端的部分 會有一些所謂的Baking Block 或者是Acoustic Assolver 這些東西都是要用來吸收 用來破壞 你不需要的這些超音波的 所以我只需要往前打的這些超音波這樣子而已 Acoustic這個字的話是升波的意思 升波的形容詞 所以它是用來做吸收升波的一個材料 讓它盡量不會反射干擾到那個超音波訊號的一個接收這樣子 那當然呢 這個超音波的這個探頭的材料 也就是這個壓電材料呢 一定會跟我們的系統裡面一定會有導線做相連結 因為我們不管是要製造音波或者是接收音波 都會仰賴這些電訊號 OK 最前面的地方呢 有一個東西叫做Matching Layer 這個東西很重要 不過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講齁 大家先留著 等一下我們講到那個 超音波在人體裡面的一個情形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再提到這個Matching Layer 請各位先稍微留意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好 所以超音波探頭呢 基本上接收和發射 就只要用這一款就好 就只要用這個 你不需要別的 甚至其實你用別的的話呢 會顯得非常的多餘 因為超音波在 我們說超音波在人體裡面前進的速度高達 1500公里每秒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打到你的身體再產產出來 所需要的時間大概多久 你的身體有多厚 大不了幾十公分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它花的時間其實到一個minisecond都不到 甚至其實大概只有幾十個或幾百個microsecond這樣子而已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讓你換探頭啊 你想要換一個receiver都來不及 OK 所以用同一個就好了 沒有人在換了 OK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每一個探頭其實長的形狀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像這一種是最常用的探頭 就是用在胸腹相應的部分 那前面有這個形狀是方便那個操作人員 比如說我們的放射師呢 去抓取去控制這樣子 那在照的時候 當然就會壓在它想要照的這個器官上面 比如說肝臟 比如說心臟 或者是那個皮啊胃啊之類的 在這個地方 然後看你身體裡面器官的這個情形這樣子 OK 好 所以第一個解決了 順便最後一個解決了 那但是我們要來看一下第二個 OK 今天我們仰賴的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能夠知道這些人體的組織 用飛沁入室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人體組織的一個位置 但是它的深度呢 我們靠的是 今天超音波在遇到不同組織的時候 會產生反射波 OK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就是 組織特性差異越大的這個位置呢 的界面呢 它產生的反射波的強度就會越大 OK 所以其實我們利用的是這個特性 我們剛剛有講到今天 在不同介質前進的時候呢 其實它的頻率就不會改變 OK 從皮膚進到脂肪 脂肪進到肌肉的時候 這個頻率其實是不會改變的 改變的其實是它的深度 還有它的波長 OK 那它就會發現 進到不同物質的時候 它就會有反射的這樣的現象 可是問題是 我們說特性不同 產生的反射越大 那到底是什麼特性 這個特性指的是波速嗎 或者是我們指的是波長嗎 因為好像很明顯 跟這個東西有一些些關係 那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根據波動的動能手衡和動量手衡 我說的動能手衡指的是 波動在不同介質穿透的時候 進入到不同介質的時候 那個粒子的動能手衡和動用手衡 其實你可以推導出 這一個所謂的入射波的比例會多少 反射波的比例會多少 不過這個背後的物理會比較 囉嗦一點點 所以我們大概沒有時間在這個地方講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去翻你們的服務課本 裡面應該多少都會提到才對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二次的一個方程式這樣子 不過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告訴各位結論 OK 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今天反射和入射的這個量 其實是跟波在不同介質裡面的特性有關 那這個介質的特性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用一個東西來描述這個特性 我們把它定義成Acoustic Impedance Impedance 主抗嘛 所以其實跟我們電路裡面的電阻 有一點點感覺有一點點像 只是它不是電訊號的主抗 它是聲音的主抗 它是聲波的主抗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Acoustic Impedance 簡稱還是Z 那這個Z是什麼呢 Z其實是每一個介質的一個特性參數 它跟我們的密度有關係 跟我們的波速也有關係 也就是波動在介質裡面前進的速度有關係 它基本上就是這兩者的成績 所以這個現在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的那個table裡面 我們列出了密度還有聲速 波速 因為這兩者的成績代表的就是Acoustic Impedance 那事實上在進一步的推導裡面 我們會發現其實這個波速到底有多少 我們知道Low這個東西是密度 密度就是物質的一個特性參數沒有問題 C呢是我們聲波在物質裡面前進的速度 但是其實C跟Low也會有一點點關係 它的關係式是這個樣子 它會等於B除以Low開根號 但是講了那麼久 B到底是什麼呢 B值的是Folk Modulus 這個是在那個力學裡面 我們在描述物體的一個特性的一個參數 OK 它被擠壓之後 產生形變的一個特徵參數 它的定義來講的話呢 就是大概是每單位體積的變化 你需要多少的壓力才行 也就是說你需要花多少的壓力 才能夠造成相同體積的變化 OK 所以它有一點點感覺啦 它很像是這個東西 V代表是Volum 也是那個物質的體積 P代表是Preture 就是施加在這個物體上面的這個硬力 OK 所以這個東西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時候看起來越軟越輕薄 越虛無飄渺的東西呢 因為形變比較容易嘛對不對 只要受到一點點壓力幾壓 它就會變形了嘛對不對 所以它的Block Modulus都比較低 比如說像空氣 氣體很容易被壓縮嘛對不對 比如說液體水 這些東西的Modulus 都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如果今天是固體 尤其像金屬 尤其像這種 那個共架件結構的這種金格 它們的結構是比較致密的 所以你想要把它壓到變形 想想看你要把一個 不鏽鋼壓到變形 你要花多少的力氣 OK 所以它的Block Modulus 會比我們剛剛說的那些 氣體或液體的物質要高非常多 OK 所以它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過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 你大概只要有這個概念 就是它大概是 我們的 impetence大概是都乘上C 到這邊就可以了 後面這個只是要給各位 就是更進一步的觀念 就是這個 C其實是跟Block Modulus 是有相關性的 OK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像我們剛剛的那些 所有的介石裡面 我們說 波動在氣體裡面 運動的速度 是比液體還要慢 在液體裡面的速度 又比固體還要慢 加上 對於密度而言呢 通常來講固體會大於液體 大於氣體 所以你就知道 對於每一個物質的這個 波動特性來說 Equestive Impetence來說 固體和液體和氣體的這個 impetence 剛好是遞減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們的差距會拉得更大 OK 所以我們相接近的這個物質呢 在穿透的時候 可能反射的這個 成分會比較少 但是相差越大的物質呢 反射成分會越大 這個所謂反射波的比例 還有入射波的比例呢 我們就可以由下面 這兩個簡單的公式來描述 這個呢 我們稱之為reflection coefficient 反射波的比例 那請問一下 請注意一下 這個所謂反射波的比例呢 它是 這個ratio代表的是 它的壓力波的 波函數的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 壓力波的波函數的比例 不是它強度的比例 所以這個p 小寫的p代表的是 那一個壓力波訊號的一個正負 OK 這個東西大概是什麼呢 大概是 它的比例大概 z2-z1 除以z2加z1 ok z2和z1分別代表的是 你要穿入的這個戒指 以及入射的這邊的戒指的特性參數 也就是acoustic impedance 也就是說 我們看一下左邊這張圖 空心的這一個箭頭呢 就代表我們的入射波 incident wave 然後透過了這個介面之後呢 在垂直穿射的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不考慮折射的狀況 在垂直穿入的一個狀況之下呢 它會有一個部分是transmission 透射的這個成分 那有一個部分 也就是十星白線的白箭頭 這個部分是reflection反射的部分 ok 那 這一個波 說錯了 這一個reflection的這個pressure 跟這個入射incident的一個pressure的比例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穿透的部分來說呢 這個穿透的pressure的wave 跟那個入射的這個pressure wave的比例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由此可見其實你可以 回想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一開始我們不是有用一個神波的這個 反射來當作一個例子嘛 對不對 我們說到一個特性 今天在進入不同的介質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它的相位其實跟入射波的相位其實是一樣的 怎麼說呢 Z不管在哪邊 Z一定是大於0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除出來的transmission的coefficient 絕對會大於0 所以它並不會去改變它的相位 反射呢 你看一下這個反射係數的部分 只要你的Z2小於Z1的話呢 R絕對是負的 負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它的震動的相位會改變 壓力方向改變了嘛 震動相位也會改變 所以會產生一個反向的反射波 這一點其實跟剛剛是非常類似的 另外我們再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在入射的狀況 我是入射到另外一個acoustic acoustic impedance 完全一模一樣的物質呢 比如說Z1等於Z2 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Z1等於Z2 所以R等於0 代表意思是什麼 這一個介質 第一個介質 跟第二個介質 這兩個相鄰的介質 在聲音組抗的特性上面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並不會產生反射波 很合理啊 我們剛剛說嘛 特性差異越多 反射越大 那完全沒有特性的差別 那當然就不會有反射波囉 來 那如果Z1等於Z2 我們再看一下 Transmission這個部分 剛好分子為兩倍的Z 分母也是兩倍的Z 消掉剛好等於1 代表是完全入射的一個狀況 OK 所以很合理嘛 完全不反射 完全入射 那其實就是兩者 完全性質一樣的狀況下 會發生的事情嘛 OK 又譬如說 如果今天你遇到的是一個 你從這個介質的1的地方 要前進到介質2的地方 你是進入了一個 主抗非常非常強的 這個介質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比如說Z2遠大於Z1的時候 我們就看這個 Z2遠大於Z1的話 那Z1就消掉了嘛 reflection的部分大概就是1嘛 也就是你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彈回來 就有點像是你今天把一顆球 拿去撞一個上面牆一樣 你的球沒有辦法把牆打凹嘛 它會做的事情就是彈回來而已 OK 相同的這個Transmission的部分 因為Z2遠大於Z1嘛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這邊會變成兩倍 但是在波動函數裡面 這個部分就沒有辦法傳遞過去 有點像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真正傳遞過去的能量 其實是看這個公式 我剛剛有強調過 這一個不管是reflection coefficient 或是transmission coefficient 它其實都是壓力的比值 可是我們在估計超音波的波動的強度 或是它的intensity的時候呢 我們是根據這個公式的 也就是說它會跟pressure的平方成正比 跟impetence的成反比 OK 那我們剛剛說的Z2會遠大於Z1嘛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能夠入射的強度幾乎會等於0 因為你的Z2非常非常的大 相對於Z1來說 OK 是這麼來的 可以齁 好 那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讓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來想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的超音波 要從空氣直接進入人體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OK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